结果可能不是只有这样的格式 我希望可以像上学 就是入门班的时候做的 就是民国年加月份的话 是那个什么两码 之后才有办法改成这一个 那这个改法其实就是自定格式里面 所以其实就套用一个叫Lumber Formate Local的属性 给他等于那里面的东西就好了 那所以呢我们先把它变成这样子 有没有就是西元 不过2015把它改2018 因为这个好像2015年来说的 反正画面 所以没差反正改一下而已 那里面该怎么改 如果不想要改成像刚刚这样子1月2日的话 那其实 先把它注解这个好了 如果你怕说你改完之后 自己改完之后也回不去的话 我建议先注解 再来来改 那改的方法的话不怪我怎么样 就是这一行怎么样 等于嘛 然后前面的话就是先串一个2018 斜线 然后E E的话应该是什么 是拿那个什么 拿I 所以and什么 and I 然后斜线E月 and 然后再斜线 然后再and 后面的话 那个你不能说直接给他E 那每个都1月1号 对 所以and 他自己本身的资料 对 就把它串在这边 OK 这样就写完应该可以看什么意思 所以以后那个串间要很熟练 以后如果很熟练的话 你要什么资料就有什么资料 就会很快就马上产生你要的结果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 写来写去 你会发现都固定的 所以慢慢要习惯 这一套方法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一样设中断点 因为我不确定对还是错 所以如果不确定的话 一定要写完 你不要有些同学就直接跑 跑错了 错了哪里错不知道 那其实我建议 还是先这边设中断点 然后呢 先把资料清空 清空完之后呢 直接执行 停住了对 停住之后的话呢 就让他跑跑看F8 有没有2月 20181月1月2号 再来就是2号没错 所以这边直接跑完 如果中断点太讨厌的话 拿掉这个时候就可以拿掉了 然后你跑完之后 总有一个地方还要再停下来吧 也许你就是在这边再停 他跑完这边再停一下 OK跑完了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变成 2月 所以你会发现他这边就会跳过了 不过理论上应该OK 把它全部执行 OK 好 全部执行完毕了 理论上应该看起来OK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希望可以把它改成什么呢 像那个入门班里面嘛 按右键 出现个格式 第一个呢 我可以把它改成什么呢 中环民国立 我希望是民国年格式 然后呢 要变成我先选这个制定一下 把这个改成什么呢 改成 斜线改成点 然后呢 MM 这个有印象 OK 然后这边改成点 这边改成滴滴 然后刮弧之后的话 自己刮弧 什么呢 周级是什么呢 还有印象吗 三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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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对不对 那这个格式 按个确定 这个格式就上了 可是问题 你现在这么多 那怎么一次把它全部放上去 当然 这边有两个方法 要 这第一个 你先把这个制定复制一下 放到Lumber Format Local 里面 那其实方法有两种 一个是 你每次输出资料之后 马上就把它格式化 所以这个是输出资料 马上就把它格式 格式的话就是 先 刮弧先不要 不要放下 因为你点下去有刮弧 不会有清单 刮弧后放就对 OK 然后Lumber Format Local 其实记得那个N就可以了 然后记得那个Lumber Format Local 其实Lumber Format Local 实际上就是 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 里面的制定 制定不是有那一串吗 你就把那一串怎么样 把它 放在它的等于 双引号 把它贴上 等于就是说 制定那一东西 你就可以直接动态的丢到 Sales 这个储存格里面 就是 先输出资料 再输出格式 OK 这样的话 再把刮弧补上 刮弧补上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都忘记 忘记就全部都变成那个格式 好 所以 先输出资料 再输出格式 好同学会问说 老师我可以先格式 再输出资料 颠倒可不可以 可以吗 其实是可以的 反正你先格式再放资料 跟放资料再格式 其实没差 OK 好 放两个颠倒 看看 我试过应该是没有关系 可以 所以 这种 先后次序 把它颠倒应该没有关系 我试一下 所以呢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他就是怎么样 先把资料先输出 输出之后 有没有 2018 1月1号 变民国年 F8 马上有没有 就收集就出来 107年的 1月1号 OK 所以以后 你要输出资料 再格式 哇 其实就很方便 你要什么有什么 反正老板 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其实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如果全部VBA写好 真的就是在瞬间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 好 那这边的话 那其他都OK了 就把它全部输出 好 那我顺便讲一下刚刚 那个我刚刚问的问题 如果把这两行 怎么样 颠倒一下会不会怎么样 enter一下 那其实你输出了 结果 居然不行 为什么不行 这里面 看一下 清楚 我看一下 我记得应该是可以 为什么不行 所以有时候 方法很简单 中断点 慢慢看细节就知道 所以有时候 城市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有时候 人脑跟电脑毕竟不一样 我们以为的 跟他做出来的 有时候还是有落差 但我们不是神 所以我的电 我的脑袋也不是电脑 所以难免还是会有 状况发生 而且你千万不要一直模拟 你自己是电脑 不然最后你会变得越来越 像个电脑 就是你的那个 真的 你会发现有些工程师 跟他讲话 奇怪 好像真的在跟电脑对话的感觉 他的那个 那个逻辑 整个就已经被 电脑给制约了 他城市写的超好 但问题他的行为模式 也快要变成跟电脑一样 所以他 他也许他是他的那种习惯 可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子有点走火入魔 OK 不过我是觉得 所以我的习惯是 我没办法放慢速度 我不要跟 把自己意识 想象成电脑 我们就是来看就知道 格式化 OK 那为什么出错呢 哎 你格式化之后了 他就把一 格式化成19001月1号 对因为日期本身 他就是 从1901年1月1号开始 对 那如果重新丢一个东西给他 就是自串 所以他就不能接受 所以日期格式不行 其他我记得是可以 因为我其他有试过 就是说 用那个像数字 文字都没问题 但是数字好像日期就不行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刚刚同学这个问题 也可以给各位思考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就全部 全部把它颠倒过 一直再清除一下 再把它全部跑完 这样的话就OK了 那其实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另外各位也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哎 你可以一边输出一边格式之外 另外一种写法是 也可以怎么样 最后全部一次做range的方式格式化 那种写法的话就是 你可以用什么range 这边的话就是 就是 把它怎么样 把它 从A2 所以等于A2到 A的 最下面一列 对 那就是 and 然后一样什么 把它向下追踪 所以我的习惯是 and range A2 让他向下追踪 稍微的 哦 对对对 OK好 好 鼓一下就好 所以 点下去它没出现 你也会知道 因为它打错了 前刮鼓向下 点一下 理论上当然最好是有清单出现 你就知道城市一定没错 点什么 点lumber from local 哎 这边也会出现 那这种写法是 整个范围的格式化 刚刚是一边输出资料 一边格式 不过理论上以效率来看 这个range效率一定会比较好 因为你一边输出 一边格式 一边输出 一边停一下 停一下 停一下 所以如果你以后要效率好 请你用下面的方法 OK 所以写法当然没有问题 只是说 我们 进阶班 我是希望 多告诉各位一些 关于效率的问题 因为入门班你多讲效率 其实已经听不懂了 你还讲效率 对不对 就像说骑脚踏车都不会骑了 你还跟他讲说 你要骑快一点 骑快一点 我都不会骑了 游泳都不会游了 你还跟我讲 你要游自由式 还是要游什么 什么是 对不对 游快一点 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慢慢的 我建议会慢慢再增加一点点东西 那因为有些 东西 即便想要跟各位讲 但是说真的 这个领域也太大了 OK 所以尽量我想得到了 我记得起来的 我就跟各位讲 而且有一些诀窍 是我平常自己写作的习惯 这应该累积了二十几年的写作习惯 然后尽量 不要 避免让大家走冤忘路 不然的话很多东西 真的没跟你讲 其实我们前年没跟我讲 我们怎么办 反正就不断的撞墙 每天就是想说怎么办 怎么 而且我是很好学的 以前我花最多时间就是买书 图书馆 下班时间我花最多时间去逛 重庆南路书店 我现在已经没落了 以前我们是 很多 花最多钱是买书 慢慢的也经验 我想如果每个人 不可能每个人都像 像我一样 所以我就把 最后的那个好的方法教各位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特别注意哦 如果这个方法执行的话 应该也是OK 不过 他的好处是什么 他的效率会比较高 我目前因为比数不多 所以看不太出来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